好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角的分类 这个角的分类呢 有很多种分类的方法 你可以从这个边来分 你也可以从角来分 我们这边专门叫 以角 以角度来做一个分类 以角度做一个分类的 这个基准 那分成呢 比如说像第一个呢 叫锐角 直角 顿角 平角跟周角 首先呢 我们假设 假设这个角是x度好了 假设这个角是x度 所谓的锐角呢 它就是比90度小的叫锐角 但是呢 你也不能让它无限制的小 它应该要有 这个一点角度的话 应该比0度还要大 所以呢 如果是锐角的话呢 我们说它是介于0度和90度之间 那如果直角 直角就是90度的角 好 那这个顿角呢 就是超过90度的角 大于90度 那大于90度也不能说它是无限制的大 我们顿角有一个这个限制的条件 它大于90度 但是呢 必须在180度以下 也就是说呢 这个顿角就是介于90和180之间 你可以说180大于x大于90 你也可以怎么说呢 你也可以说是90度小于x小于180 两种写法都是可以的 那再来什么叫平角呢 平平的角 平平的角是几度呢 180度 你也可以想象成它是两个直角加起来 所以呢 90加90刚好就180 那什么叫周角呢 转一圈 转一圈就360度 那转一圈为什么360度 你可以这样想 它等于是两个平角加起来 180加180 等于360 或者是你这样想 它好像是有四个直角 四个直角加在一起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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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360度 这是周角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个脑筋急转弯 寒流来了天气很冷怎么办呢 不是加外套 也不是什么盖被子取暖 天气很冷怎么办呢 请你就躲在墙角 诶 有些同学就觉得很奇怪啦 老师为什么要躲在墙角呢 因为墙角这个地方会有90度 它是一个直角 所以它会有90度 100度就已经沸腾了 它90度应该是很热了 所以天气很冷怎么办呢 请你就躲在墙角的地方 因为墙角是直角 它会有90度 当然还有同学会说呢 躺在地上 诶 为什么躺在地上呢 因为躺在地上会有180度 但是你小心 小心被烫伤 那还有人说呢 转一圈 自己转一圈 诶 为什么自己转一圈呢 因为他说呢 自己转一圈的话呢 就会有360度 好 这个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伯君一笑 我们下期再见